大家好 今天关系攻略带给你的是为什么不能收走老公的工资卡 知识点 人要有进步 靠的是激励 打游戏 听音乐 有些事本身能带来愉快 这些活动中 人们受到的是内部激励 大部分人工作仍然需要外部激励 就是名和利 剥夺配偶的收入 只给少数的零花钱 他的工作失去了激励 就不再努力 一条废柴大叔之路就在眼前 我在千万不要随便找个老实人架了里面提了一句 说夫妻俩最好各管各的钱 果然有同学问我 为什么呀 已婚的同学可以说说 你家的钱是怎么管的 未婚的同学可以想想 父母的钱是怎么管的 细细想想以下三个问题 自主收入来源是谁 用百分比表示 由谁来保管财产 投资决策谁来做 结婚之前最好就这三个问题达成一致 最差的一种方式就是 女人把男人的钱拿走 只留一点零花钱 我管这类家庭叫妻子所有之家庭 更要命的是 有些愚笨的人总是认为 这是自己实力的表现 在朋友圈里还炫耀此事 有一些明白的人呢 不会当面说 会黑黑评价说 男人的怨气会压着 其实情绪真的只是简单的一层 关键是一个男人 一个家庭的黄金十年 都可能这么被毁掉 给大家讲一个奶牛的故事吧 今天呢 我们说大城市 喜欢说北上广或者金户深 上海一般会被第二个提及 但上海呢 是中国最富有 商业气息最浓厚的城市 如果有上海的同学 可以问问家里的老人 这座城市三十年前是什么样 1988年 朱镕基被派到上海当市长 此前的上海靠着一点工业底子苟延残喘 1988年的财政收入居然比1985年少30亿元 大家的住房很小 交通混乱 城市也很脏 那几年和深圳相比 上海就像个乡下 上海是一头好奶牛 产生的税收被中央拿走去发展别的事业 只远落后省区了 没有投资在上海身上 大家努力工作也并没有什么好处 挣多少钱都要被拿走的 朱镕基到上海也争取来了一个政策 就是中央对上海实行了财政包干 交一个数给中央 剩下的都上海自己留着 这个政策激发了上海的活力 几个月后 上海的工业增长速度 从前几年的4%增长到了8% 中央从上海得到的收入 远比过去赚紧政策时候收的要多得多 在你决定拿走老公的工资卡 把它变成奶牛之前 记得想想上海的故事 财务包干是个好政策 不要拿走老公的工资卡 规定一个任务也许才是更好的选择 拿走他的全部工资可能只有8000元 让他不思进取 10年后挣8000元划算 还是请他上交3000元 挣得多了都归他 让他积极加班 接私活挣钱 两年后月入2万元 交给你1万元划算呢 如果老公是个领导干部 不花钱也不知道自己挣多少钱 那工资卡上交是可以的 如果老公是个工薪族 那一定不要这么做 不然后果很严重 一 觉得不工的男人会厌倦工作 根本没有挣钱的动力 人需要激励 努力工作之后一杯啤酒 一台最新款的游戏机 都可能成为犒劳自己的很好的礼物 把一个人的收益全部剥夺 给一点早餐午餐的钱 这是奴隶社会的做法 自由人比奴隶的效率要高得多 考古学家过去看金字塔 总觉得应该是多少奴隶用血泪换来的 后来挖出一个工人房的遗址 发现大家宿舍宽敞 还有娱乐用具 吃了也不错 努力工作这件事只能利诱 不能威逼 第二 缺钱会让男人无法完成必要的社交 一些同事出去吃饭的场合 不请客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AA还觉得艰难 下次大家自然就不叫你了 如果是家庭有困难 大家一般的都能理解 如果是媳妇家教太严 大多数人都会觉得 你是一个沟通能力很差的人 怕老婆的同事更容易受欺负 不过也有例外 我知道有机关里出过这样的事 要把一个人派到高原上去工作 该人的老婆大闹一场 闹得领导也胆战心惊 只好换了另外一个软柿子拉倒 第三 缺钱会让男人养成一些 不适合自己年龄特点的爱好 有些爱好是挺花钱的 比如玩手游 打牌 喝酒 供养活佛 盘手串 有的爱好就挺省钱 比如下棋 下象棋不花钱 现在修车摊儿少了 过去这是棋友会 不过在QQ上下棋 几乎没有花费 还有的爱好多少能赚点 比如钓鱼 我也喜欢钓鱼 但一直是小杂鱼杀手 看许多高手找河边钓鱼 带着俩糖饼做一天 拎回去鱼四斤高高的 回来还能省菜钱 然而这种爱好是45岁 甚至50岁才应该有的爱好 事业上稳定了 没啥大增长了的爱好 对年轻男性来说 如果这两点入迷 基本就算是职业报废了 第四 没钱他怎么给你送礼物 我曾经遇到一个妻子的求助 问我说 为什么他们的关系 没过去谈恋爱的时候好了 我说表现在哪里呢 他说过去 节日他都送我礼物 现在都不送了 我说 那他的钱谁管着 我管着 那他哪里来钱呢 去抢吗 确实有一些工种 专门给可怜丈夫准备的 我呢 有次遇见一个快车司机 兼职选手 说工资是媳妇管着 晚上出来开快车 挣零花 不想早回去 回去心烦 这婚姻呢 套用赵本山的话说就是 再发展下去 就是职务人 这里要多说一句 夫妻之间的很多问题 是可以靠钱解决的 钱在他手里 你可以定规矩 我知道有的企业 工资很高 但是犯错了 扣绩效 要求又苛刻 很多人都拿不到全份工资 第五 控制欲出战争 钱能买和平 对男同学来说 我也鼓励你们 一定要把钱拿在手里 有的人不善理财 或者畏惧自己的老婆 其实钱的妙处很多 比如婆媳矛盾 无法根治 除非丧母 丧妻 或者离异 不过钱 是缓解婆媳关系的好东西 我经常说 婆婆媳妇有矛盾 要让一方得面子 一方得实惠 你月入两万 把工资卡交给你媳妇 然后对她说 不许你这么冲我妈吼 她会听你的吗 如果你手上有钱 今天受委屈 辛苦了 上次看见那件 九千多的大衣 明儿咱们过去买下来 人能改变吗 当然能了 觉得难 谁告诉你说服 只能用嘴的 用钱更好吗 注意啊 女人要赚住钱的 错误思想 是从哪里来的 复盘一下自己的初恋吧 是小学高年级 还是初中 校园里的恋爱 大多数情侣 都会自己花自己的钱 有的时候 会通过礼物这种方式 产生经济联系 小时候不追求 控制的女性 为什么会突然决定 控制男人的金钱了呢 错误思想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它一定是受了一些影响 A 父母 父母的管钱方式 会影响子女 所以 如果你的女朋友 建议结婚后 把工资卡交给她 恭喜你 可能会迎来 一个强势的丈母娘 大多数女性 都已经知道 抵制男妈宝了 但女妈宝的危害 大多数人还无法理解 有的男生 喜欢这种女妈宝 尊称为乖乖女 认为这样的女性 性经历可能会更少 其实 妈宝不分男女 因为背后站着的 都是同样苛刻的妈妈 大多数主张 女儿接管工资卡的 丈母娘 都算着这笔账 管钱能减少 婚姻崩溃的概率 就算崩溃了 女儿手上 也还有一笔钱 必 朋友 同龄人之间呢 往往也会互相攀比 看谁对老公的 管理能力强 有些女性呢 会把这种闲谈太当真 要知道有些人是会吹牛打 如果真用某些管理经验 去对付自己老公 婚姻质量会迅速下降 最终走向崩溃 无论是父母还是朋友 提出这个提议的女性 大多数都是 容易被忽悠的人 这种人 有些是社会经验不足 但大多数是性格里 就有缺陷 到中年后 被忽悠性各种奇宗怪教 老年后买各种保健品 传谣信谣的 总是这批人 如果有好的家庭背景 或者工作平台 容易被忽悠的人 也能有比较高的经济地位 或者社会地位 不过大多数人 都处在社会的底层 受教育程度很低 收入也很低 换句话说 非要你的钱 说明他见识上比较low 受教育程度高 家庭背景也好的女人 很少会追求 控制丈夫的收入 其实啊 可以参考的是 中年人和老年人的 再婚或者续嫌 我经常对大家说 要做人际关系上的成年人 再婚者中的大多数 都是各挣各的 各花各的 老年人再婚尤其如此 心理学家们 曾经调查了 同性婚姻的生活质量 发现这种婚姻的 幸福感相当高 仔细研究之后 发现 同性伴侣之间 不会出现这类表达 我是女生 你得让着我 我是女生 钱当然都该给我管 不特别强调 性别角色的同性伴侣 会更平等的分担家务 分担家庭支出 拿到结婚证 或者披上婚纱 不会让一个人 变成成年人 理解婚姻当中的尊重 公平和平等 这才是真正的成年 下面是习题 看完这篇文章 一位丈夫决定 要回自己的工资卡 这时他应该做的事情 不应该包括 A 盘账 清点电子账单 或者去银行打账单 B 赎买 许诺更高的回报 申请把工资卡拿回来 C 挂师 直接办新的 从此不给女人了 D 说服 跟妻子沟通 告诉他这件事的利弊 正确答案是C 挂师这件事 太直接和粗鲁了 我确实说 拿着男人的工资卡 弊端很多 但我也同时说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不要争吵 用分成模式的方式 说服妻子 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有些个别情况 夫妻一方 可能是要接手 对方的财产的 比如 酒精依赖 吸毒 精神疾病等 狂躁 是双向情感障碍的 一种表现 狂躁期的病人 可能会大把花钱 拼命举债 这种情况下 配偶可能要负担起 管控财产的任务了 以上就是关系攻略 今天的全部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许可疏